哈喽,我是希希,先说一下这个护服 它可以大幅增加重量上限 有了它之后可以穿更厚的装备 同时带两把武器两个护盾都不是问题 可以看到我现在的重量上限还有30的空间可以利用 而两把武器可以方便战斗时来回切换搭配使用 比如我用长剑打这个boss,感觉斧头更好用 就可以直接切 而且后面护服槽变多之后,护服也是挺重的 总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接下来是跑图 我们需要去到西弗拉河出口井的位置 已经开过传送点的 可以直接跳过跑图到两分半的位置 大地图中心 大树旁边有个圆形建筑 有升降梯下来 之后就会来到这里西弗拉河 这有个祈福点开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往右上走 去把这几个邻近的祈福点开了 这样子的话 半路挂了的话也跑得近一些 跟着我这个跑图路线走的话就没问题 绝对能到达 这里有一个升降梯 然后我们从这下去 上来之后呢 会来到这 继续骑马往前跑 前面就可以开第一个祈福点 前面这里都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在前方的祈福点之后会比较危险 所以要稍微的绕一下不要走直线 OK 开好祈福点来到了这 然后我需要去到这里做一个标记 也可以完全按照我这个走 直走中间在大门会受到伤害 所以我往坡上这里绕一下 前面有很多的魔法师 这样绕一下的话就可以避免受伤 安稳的过来 然后继续跟着标记跑 这就看到这门的话 最好是稍微绕一丢丢就可以了 开好前方的这个祈福点呢 就可以直接去我们的目的地 西伏拉和出口井那一个祈福点 就在我当前位置的左上方做个标记 我是开着背数的 所以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 想要自己爬看地图做标记的话 可以暂停放大地图看一下 当然也可以完全按照我这个路线跑 就没问题 前方有很多法师需要小心 但是我们不用去打他 直接跑就行了 一直到看到前方这个有台阶的建筑 上去之后调查一下石像 就可以启动升降梯 之后就会直接来到这里上面 在这里启动一下祈福点 西伏拉和出口井 步入正题 我们面对星光点点的这个地方 起码往前跑 前面会有两个巨大 巨人拿弓箭攻击我们 大家走路的时候可以使用 Z字形走把稍微躲一下 如果不小心被射中的话 一定要赶紧喝药 然后继续起码往前 不然的话可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如果想要打他们的话 直接锁定他们的脚修脚就可以了 但是没必要费力不讨好 来到前方我们就可以 结束游戏重新进去 这样可以丢掉两个巨人的仇恨值 他就不会再攻击我们了 找大胡对话 可以看到前方这三个红色的标记 是召唤敌人 我们需要分别让这三个死亡 才能拿到护符 先召唤 然后上树 确保自己被靠着树 等待敌人失足坠崖 然后就可以召唤下一个啦 这个法师是最烦的 就如果不被靠着树的话 你就会被他的法树打下悬崖 就很惨 所以不要锁定他 然后确保你自己的方向是 背着这个树的 怎么打你都会卡在树上 然后他有可能站在原地不动 我们直接需要向前攻击一下 在被靠的树 他就自己会跳下去了 这个很重要 再好就是召唤之后 必须尽快上树 否则他可能会跟着你上来 那你就有点难受了 就这样子 除了法师 费时间一点 另外两个就是菜籍 一下子就自己 就会乖乖的跳下去了 好 最后一个啦 哦 对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在这里 不幸死亡的话 每次跑过来是很心累的 所以建议你在丢巨人仇恨 结束游戏重敬的时候呢 先备份一下 打完找大胡对话 然后护服到手 another